UP主之聊有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37集 大风猛推火浪,把尘尾旧根吹开烧尽 再将厚厚的灰烬刮向天空,洒向东南方向残雪覆盖的草场 大火烧了大半个下午,烽火过处寸尾不留 火星终于熄灭,几千亩金尾变成了一片焦土 又繁生出下风处的万亩黑雪地 但是,东南西北都没有传来狗叫和枪声 大风刮净残烟,火场渐渐变冷 包顺贵下令,全队人马狗一字排开 像壁子一样地打扫战场,寻找狼狮,统计战果 有人估计,起码烧死二十多条狼 有人估计,要超过上午的战绩 包顺贵说 不管多少,烧壶烧焦的,都得给我找出来 一五一十给我码好 我要拍照,不能谎报军情 我要让全旗全盟的人知道,这才叫真正的灭狼除害 而不是为了打猎得狼皮 在马队的最边缘,陈镇紧跟着碧利阁老人 他悄悄问 阿爸,您估摸会烧死多少条狼啊 老人说 烧黄是你们汉人的本事 蒙古人最怕火 哪能知道用这种打法能打死多少狼 我怕包顺贵烧完尾子,又想开晃了 两人依着马队的速度不快不慢地疏寻浇土残灰 一遇到厚一些的灰堆 两人都会紧张地用套马杆的根部去捅 还要扒了几下 每次扒平一个灰堆,没发现什么东西 老人都会长舒一口气 风势已弱 但马蹄汤起的浇灰 还是迷得人马狗流出了眼泪 马队里不时传出人马的咳嗽声 微会儿,狗也咳了起来 有的狗踩到未灭的火星上 烫得乌凹乱叫 马队梳理过半片交地 人们仍一无所获 包顺贵有些沉不住气,不断大叫 慢点,慢点,不要放过一个灰堆 碧莉阁老人的愁容稍稍舒展 陈震忍不住问 狼是不是早就逃掉了 要不怎么也能找到一两条啊 老人眼中满是期望的说道 兴许腾蛾里又帮狼了 突然远处有人大喊 这有一条死狼 老人脸一沉 两人急忙加马往喊声方向奔去 全队人马也都跑了起来 包顺贵已在圈内 他兴冲冲地请碧莉阁进圈来辨认 圈中黑灰中全握着一具胶尸 全身呈碳化状 冒着刺鼻的油烟味和腐肉的胶味 众人议论纷纷 王军丽兴奋地说 嘿,火栈成功了 找到一条就肯定能找到一大批 沙瓷棱说 这不像是狼 狼没这么小 包顺贵说 狼一烧身子准抽抽 自然就小狼 王军丽点点头 没准,是一条小狼呢 碧莉阁下了马 用马棒给浇尸翻了个个 但浇尸的反面 也烧得一根毛不剩 显然 这具尸体是在厚厚的尘尾堆上 被架起来烧的 烧得透焦 老人说 这哪是狼 也不是小狼 是条老狗 包顺贵又狐疑地盯着老人问 你咋看的 老人说 没错,瞧瞧这副牙口 狼牙要比狗牙长 也比狗牙尖 你不信 就把它照下来往上去报宫去吧 小心上面董行的人 说你是谎报战功 用死狗来冒充狼 包顺贵焦急地说 做一个记号插在这儿 要是再找到几条 就能知道是狼是狗了 老人望着老狗的交尸 神情黯然 老狗知道自个儿不行了 就走到这儿来 给自个儿出葬了 这儿被疯 狼多 可怜哪 狼咋就没找见他 包顺贵大喊大叫 拉开队 接着找 马队又拉成一条线 继续搜寻 人们扒平了一堆又一堆灰 依然一无所获 几个知青开始觉得不对头 那些身经百战 但从未参加火战的猎手们 也觉得奇怪 难道巴图谎报军情 巴图被周围的人问急了 就连声说 向毛主席保证 向腾里发誓 我和布贺都亲眼看见的 你们不是也看见狼群的 新爪印了吗 包顺贵说 那就怪了 难道狼插上翅膀飞走了 碧利阁老人微笑道 知道狼会飞了吧 狼可是个精怪 没有翅膀 也会飞 包顺贵恼怒地问 那上午咱们怎么就打了那么多狼呢 老人说 打死那些狼 刚好给马群报了仇 再打多了 腾个里就不让了 腾个里最公平 包顺贵打断他说 什么腾个里不腾个里的 这叫四舅 一边又喊 剩下最后一块地了 都给我仔细搜 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两个马官 大叫起来 不好了 两头蚂牛烧死了 全队人马都朝那两个马官奔去 牧民猎手 各个神色紧张 蚂牛 是蒙古大草原上 最自由 最快乐 最受人们尊敬的公牛 是草原上最有经验的老牛官 从牛群的牛犊中精选出来的肿牛 蚂牛长大以后 除了在夏天的交配季节 他们跑到各家牛群里尽情交换外 其余的时间就离开牛群 自由自在地 像野牛一样在草原上到处闲逛 无需人看管和喂饮 蚂牛体壮皮厚 脖子短粗 力大胸看 满脸长着田螺大小的一簇簇漂亮的卷毛 还长着一对又粗又尖又直的短脚 是极具杀伤力的近战武器 比古罗马军团士兵使用的短剑还要厉害 称霸草原的大狼们 从不敢打蚂牛的主意 即便是一群恶狼 也咬不透蚂牛厚重的铠甲 斗不过蚂牛的蛮劲 因此 蚂牛是草原上没有天敌的大牲畜 蚂牛一般都是两头一组的行动 白天挑最好的草场吃草 晚上哥俩头对尾的并排睡觉 蚂牛是神圣的牛 是草原上强壮雄性 繁殖勇敢自由和幸福的象征 蒙古的摔跤手就叫布赫 与蚂牛同名 蒙古男人极羡慕蚂牛 因为蚂牛是草原上妻妾成群 又不负家庭责任的甩手掌柜和快乐的单身汉 在交配季节后 他们的妻妻儿女都交给了草原人来照料 所以许多蒙古男人都喜欢起名叫布赫 蚂牛一直被草原牧民奉为神物 蚂牛健壮就欲使牛羊兴旺 蚂牛病瘦就意味灾祸临头 蚂牛数量极少 平均几群牛才能摊上一头 众牧民一听大火烧死了蚂牛都惊慌起来 像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噩耗 人们以奔丧的速度奔过去 牧民们都下了马 默默地站在两个庞然大物的周围 蚂牛已死 插着四腿横躺在胶土上 厚密的牛毛已烧成一大片黑色胶泡 近一指后的牛皮被烧得均裂 裂缝里露出白黄色的牛油 牛眼瞪得像两盏黑灯泡 牛舌吐出半尺长 口鼻里的黑水还在流淌 牛官和女人从牛角的形状 认出了这两头猫牛 人群顿时愤怒了 嘎斯麦说 作孽呀 这可是咱们队最好的两头猫牛 我们组有一半的牛 都是这两头牛的儿孙呀 草原能用火烧的吗 草原早晚得毁在你的手里 毕利格老人说 这两头牛是蒙古牛的最好品种 草原红牛 这两头牛配出来的牧牛出奶最多 配出来的贱牛出肉最多 肉质也最好 这事儿 我非得上报齐灵岛不可 要是调查组来了 我也非得领他们来这儿调查 人造成的损失比狼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乌利吉说 前几年蒙旭木局就想要走这两头牛 大伙都没舍得给 后来只给了两头他们配出来的小公牛 哎呀 这个损失不小啊 沙慈冷说 尾地里没疯 猫牛在尾地里躺得好好的 非得去烧一把火 猫牛跑得慢 哪能跑得过火呢 那么大的油烟 一呛就把牛给呛死了 草原上还从来没有人把牛烧死的事呢 不信腾个灵 就要遭报应 焦黑的牛皮还在开裂 庞大的牛身上 炸出恐怖的天书鬼符咒语般的裂纹 女人们吓得 用高皮马蹄袖捂着脸逃到圈外 人们像躲避瘟神一样的躲开了包顺贵 包顺贵孤零零地站在牛尸旁 全身烟灰 脸色发黑 他忽然咬牙吼道 收死了牛 这笔账得系在狼身上 不管你们说啥 我不把鹅伦草原的狼群灭了 绝不罢休 晚霞已暗 早春草原的寒气如网一般照下来 又饥又乏又冷的人马狗 垂头丧气往营盘撤 像一只灰头土脸的残兵败将 谁也不知道 白狼王带领的狼群 究竟是怎样从猎圈和火海中逃脱的 众人议论纷纷 战战兢兢 都说是飞走的 乌立吉说 这次打围只有一个漏洞 就是打围前 人和狗的动静太大了 老白狼准是在点火以前 就带着狼群溜走了 马官们 急急奔向自己的马群 陈震和杨克 都惦记家里的小狼仔 他俩招呼了张继元和高建忠 四个人脱离了大队 抄近到家边急行 直奔自家的营盘 杨克一边跑 一边嘀咕说 半夜临走前 只给小狼仔两块煮烂的羊肉 不知道他会不会吃肉 道尔基说 狼仔还得一个多月才能断奶呢 陈震说 那倒没事 昨天小狼的肚皮 吃的都快爆了 他就是不会吃熟肉 也饿不死 我最担心的是 咱们一整天不在家 后方空虚 要是母狼 抄了咱们的老窝 那就糟了 除了张继元的马 其他人的马 也跑不出速度 直到午夜前 四人才回到家 二郎和黄晃 已站在空空的狗食盆前等饭吃 陈震滚安下马 先给两条大狗 挤大块肉骨头 张继元和高建忠 进包洗脸热茶 准备吃完茶和肉 就睡觉 陈震和杨克 急忙跑到狼洞前 两人翻开大案板 手电光下 小狼仔缩在洞角的羊皮上 睡得正香 小母狗却饿得哼哼地叫 拼命想攀洞壁爬出来吃奶 伊勒也焦急地围着洞直转悠 陈震急忙把小母狗抓出来 递给伊勒 伊勒便把狗仔叼回了狗窝 陈震和杨克 仔细看看洞底 两块熟羊肉不见了 小狼仔的肚皮却向两边鼓起 嘴边鼻头油光光 他闭着眼睛 嘴角微翘 乐咪咪 像是做着美梦的样子 杨克乐了 嘿 这小兔崽子 把肉给毒吞了 陈震常常松了口气说 唉 看来母狼 目前是自顾不暇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十八集 一杆陌生的阳光 从蒙古包顶盖的木阁中射进来 陈震睁开眼睛 终于又看到草原春天冷冷的蓝天了 他一咕噜爬起来 套上袍子就钻出蒙古包 直奔小狼的土洞 陈震刚一出包 立即就被高原阳光刺得眯起了眼睛 官部已将带高羊群放出羊圈 不用羊瓜赶 缓缓地自行走上羊圈对面的大草坡 另一群下高羊群 也在西边近处的草店里吃草 还未下高的母羊已经不多了 羊群走得十分缓慢 陈震见杨克尚未出发 官部正在教杨克和张继元塞狼皮筒子 两个皮筒已经摊在空牛车上 陈震马上转身向他们走过去 官部老人从甘草圈里弄来一小包甘草 再把甘草卷成小卷 轻轻地塞进狼皮筒子里 慢慢将皮筒称骨称大 小心地称出狼体原来的形状 官部老人说 这样可以防皮筒内皮抽缩粘连 损坏狼皮的质量 两个狼皮筒子塞满草以后 官部又将狼鼻孔轻轻扎通 穿上细皮绳 官部问张继元 有没有做套马杆的备用画木杆 张继元连忙说有 并带老人走到牛车旁 老人从地上四五根长长的画木杆中 选了最长最直的一根 足有七米长 然后将皮筒鼻尖上的细皮绳 拴在长杆顶端 再在蒙古包门前三四米远的地方 挖了一个坑 把长杆竖在土坑里 竖直 埋好 采实 两个狼皮筒悬挂在画木杆上 被高高地送到空中 向两桶迎风招展的信号旗 官部老人说 这样能风干皮子 同时也能像草原上过往的人 亮出这家蒙古包猎人的猎迹 从前要是挂出这两桶大狼旗 连盗马贼和土匪也不敢来了 陈镇杨克和张继元 都被杆顶上高高的大狼旗 吸引得站定了脚跟 两桶狼旗一左一右 在风中烈烈飘动 被浩荡的春风刮得横在天空 蓬松的狼毛立即收紧 顺顺地贴在狼身上 两桶狼皮 竟像两条在草原上高速冲锋 活生生的战狼 杨克惊叹道 狼死 可狼形和狼魂不死 他俩还在发狠地冲锋陷阵 锐气正盛 还让我心惊肉跳呢 陈镇也不由对杨克和张继元 大发感慨 看着这两桶大狼旗 我就想起了一面面 镶着金狼头的 古代突厥骑兵的军旗 在狼旗下冲锋陷阵的草原骑兵 全身都一定奔腾着草原狼的血液 带着从狼那里学来的勇猛 凶悍和智慧征服世界 世界历史上 突厥骑兵又凶猛又智慧 西突厥被唐朝大军打出中国以后呢 就很快打出了一块新地盘 并慢慢地站稳脚跟 几百年后又突然崛起 一路势如破竹 攻下了连蒙古人也没攻下的 东罗马首都军事坦宁堡和古老埃及 统一了中亚西亚 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大帝国 切断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 垄断了东西方的商品交换 以强大的国力和武力 压得西方百年抬不起头来 哎 所有先进文明啊 都是被逼出来的 西方的森林狼 被东方草原狼逼出了内海 逼下深海 逼进了大洋 变成了更加强悍的海狼 他们架起西方古老的贸易船和海盗船 到外海大洋去寻找 通往东方的贸易新通道 结果呢 无意中因祸得福 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抢得了比西欧大好几倍的富饶土地 以及印加印第安人的银矿金山 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抢得了第一船的原始积累 结果西方海狼壮大成世界上的大狼巨狼 资本狼 工业狼 科技狼 文化狼 在反攻东方 捣毁了奥斯曼大帝国 最终击败了东方草原老狼 而那些东方农耕羊 就更不在话下了 张继元说 我现在也觉得狼学是一门大学问 涉及的大问题太多了 怨不得你这么迷狼呢 杨克说 我看咱们哥仨 也别自学大学课程了 钻钻这门学问倒更有意思啊 官部站在杆下 恭恭敬敬的仰望狼皮筒 久久不走 老人说 用大风来梳狼毛 能把狼毛里面的草渣和土灰都梳干净 还梳不掉毛 大风吹上几片 狼毛就顺了 好看了 可以走了 你们看 两条狼活了 他们俩走了 去腾哥里那里了 一路走好 老人又虔诚地看了一会儿 就上杨眷清眷去了 陈镇杨克和张继元三人连连道谢 强劲的草原春风 吹得陈镇两耳呜呜的声音声乐 像是远方狼群的哭嚎 也像文革前北京西石库教堂里 哀哀的管风琴琴声 吹得他满心凄凉哀伤 两条大狼皮筒被风吹得横在天空 阳头望去 春风将狼毛梳理得光滑柔顺 一根根狼毛鲜毫避现 在阳光下发出润泽的亮色 一副盛装赋燕的样子 两条大狼在蓝色的藤格里 并肩追逐嬉戏 又不断拥抱翻滚 似有一种解脱的轻松 陈镇一点也觉不出 狼身子里充满甘草 反而觉得 那里面充满了激情的生命 和欢乐的战斗力 蒙古包烟通里冒出的白烟 在他们身下飘飞 两条大狼 又像是在天上翻云破雾 迎风飞翔 飞向藤格里 飞向天狼星 飞向他们一生所重养的 自由天堂 并带走草原人的灵魂 陈镇仰望天狼 已经看不到周围的山坡 蒙古包 牛车和羊圈 他眼中 只有像哥特教堂 尖顶一般的旗杆 和飞翔的狼 他的思绪 被高高的杆尖引向天空 引离了草原大地 陈镇想 难道草原人千百年来把狼皮筒高高挂在门前的长杆上 仅仅是为了风干狼皮和炫耀战利品吗 难道不是一种最古老最传统的萨满方式 为狼超度亡灵吗 难道不是草原人对他们民族心中的图腾举行的一个神圣的仪式吗 陈镇发现 自己驻足仰望 本身就是一种仪式 他在不知不觉之中 已将自己置于图腾之下 站在景仰的位置上了 草原精神和信仰 像空气一样的包围着他 只要你有灵魂的焦虑和渴望 就能感知 杨克和张继元也久久地仰头欣赏 他们的脖子终于酸了 张继元说 咱们的穿着打扮 生活生产用具 都跟牧民没什么区别 连脸色也成老蒙古了 可我还是觉得 咱们不像地道的草原人 咱们蒙古包也没有正宗的蒙古味道 但是现在 一挂出这两桶狼旗 谁大老远看过来 都会以为 这蒙古包是家地道的老蒙古 陈镇转了转脖子 揉了揉酸酸的颈骨说 哎呀 离开北京之前 我也曾经以为 蒙古草原就是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陷牛羊 真以为 草原就是那么和平安详 后来才知道 赤乐歌 只是先辈族的一首儿歌 真正的草原实在太严酷了 草原精神 其实都集中在狼身上 杨克点点头 嗯 我怀疑 草原民族真正精彩的诗歌都没传下来 只有和汉人口味的东西 才被汉人抄露下来 流传至今 我问过好几个牧民 他们都没听说过这首诗 张绩元 puisque公 wrote 张绩员未听音乐 那种小话 还说 听谁的声明 在ayer 竟然 谁都知道 这两条狼是狗咬死的 我 我一个鹅伦的马官 怎么这也得亲手 打死一条狼吧 要不 谁还会把我当作鹅伦马官 二郎见被他咬死的郎又在天上活了过来 很是恼火 他不断仰头吼叫 并用两条后腿立起来吼 但郎毫不怕他继续飞舞 他只好无可奈何地看着郎 看着看着 他的目光开始柔和起来 似乎还有些羡慕大郎那身漂亮的战袍 下高羊群渐渐走远 羊客背上街高粘袋骑上马去追羊群 带高羊群在草坡上慢慢摊开 还在人和狗的视野里 陈震对张继元说 你就惦记打狼打狼 走还是跟我去看小狼仔吧 两人朝狼窝走去 陈震搬开石头揭开木板 窝中的小母狗还缩在羊皮上睡懒觉 一点也不惦记起床吃早奶 可是小狼仔却早已蹲在洞底 抬头望天 焦急地等待开饭 强烈的天光一照进洞 狼仔就精神抖擞地用两条后腿站起来 用小小的嫩前爪扒着洞壁往上爬 刚爬了几寸就一个后滚翻摔到洞底 他一咕噜站起身又继续爬 使出了吃奶的劲 嫩爪死死地抠住洞壁 像只大壁虎一样地往上爬 壁土松了 狼仔像个松毛球似的跌滚到洞底 小狼冲着洞上的大黑影 生气地发出呼呼的声音 好像责怪黑影 为什么不把他弄上去 张继元也是第一次看到活狼仔 觉得很好奇 就想伸手把狼仔抓上来仔细看看 陈震说 先别着急 你看他能不能爬上来 要是能爬上来 我还得把洞再挖深一点 狼仔连摔两次 不敢在原处爬了 他开始在洞底转圈 一边转一边闻 好像在想办法 转了几圈 他突然发现了母狗仔 立即爬上狗仔的脊背 然后蹬鼻子上脸 踩着狗仔头 再扒着洞壁往上爬 小狼扒下的碎土 撒了狗仔一身 狗仔被弄醒了 哼哼地叫着 站起来抖身上的土 小狼仔又被摔了下来 他气得转过身来 就朝狗仔皱鼻 呲牙呼呼地咆哮 张继元笑道 这小兔崽子 从小狼性就不小啊 看样还挺聪明的 陈震发现 才两天时间 小狼的眼膜薄了许多 眼球虽然仍是充满液体 黑汪汪的像是害了眼病 但小狼仔 好像已经能模模糊糊 辨认眼前的东西 对陈震做的手势也有所反应 陈震张开巴掌 手掌向东 狼仔的头眼就朝东 手掌向西 狼仔的头眼就向西 为了刺激狼仔的条件反射 陈震一字一顿地叫他 小狼 小狼 开饭啦 开饭啦 小狼歪着头 竖起猫一样的短耳 费力地听着 有些害怕 又有些好奇 up主之聊有声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39集 陈震和张继元 继续在狼窝前斗小狼 张继元说 我要看看 他对原来的狼家 还有没有印象 然后就用双手 做成棒壳形 扣在口鼻上 模仿大狼的嚎声 小狼突然神经质地 抖了一下 像发了风似的 踩着狗仔的身体爬壁 摔了一次又一次 然后委屈地 拳起身子 直往洞脚里钻 像是在寻找狼妈妈的怀抱 两人都觉得 做了一件残忍的事情 不该再让小狼仔 听到狼世界的声音 张继元说 我看你这条小狼啊 不好养 这又不是北京动物园 狼可以与野狼世界 完全隔离 慢慢可以减少一点野性 可这是原始游牧环境条件 一到夜里 周围都是狼嚎声 狼性能改吗 等小狼长大了 它非伤人不可 你真得小心 陈震说 我倒是从来就没打算 把狼养掉野性 养掉野性就没意思了 我只是想跟活狼直接接触 那摸狼抱狼 天天近距离地看了 摸透狼和狼性 不入狼穴 焉得狼子 得了狼子 就更不能怕狼咬了 我最怕的 还是牧民不让我养狼 小狼还在奋力爬屁 陈震伸手捏住狼仔后脖颈 把他晕出洞 张继元双手捧住他 放到眼前看了个仔细 又腾出一只手 轻轻地抚摸小狼仔 西书的狼嚎 怎么也撸不顺 撸平了 手一松 狼嚎又挺了起来 张继元说 真不好意思 我这个马官 还得从阳官那儿 得到摸活狼的机会 我呢 跟兰木扎布去 掏过两次狼 一直也没掏着 在中国 真正摸过 蒙古草原活狼的汉人 可能连 十万分之一也没有 汉人恨狼 结果 把狼的本事也恨丢了 学到狼的真本事的 大多是游牧民族 陈震接过话说 在世界历史上 能攻打到欧洲的东方人 都是游牧民族 而对西方震撼最强的 是三个崇拜狼图腾的 草原游牧民族 匈奴 突厥和蒙古 而攻打到东方来的西方人呢 也是游牧民族的后代 古罗马城的建成者 就是两个狼孩兄弟 是被母狼养大的 母狼和狼孩 至今还镌刻在罗马城灰上呢 像后来的条顿 日尔曼和 安格鲁撒克逊民族 就更强悍了 强大民族血管里 流淌着狼性血液 而性格懦弱的华夏民族 太需要补充这种 勇猛野性进取的血液了 没有狼 世界历史 就写不成现在的样子 而不懂狼呢 就不懂游牧民族的精神和性格 更不懂这游牧民族 和农耕民族的差别和各自的优势了 张继元说 嗯 我真的很理解 你为什么要养狼了 我帮你做做牧民的工作 陈震把小狼仔揣在怀里 向狗窝走去 当伊勒发现狼仔在吃他的奶时 乘陈震不备 立即呼地站起来 想回头咬狼仔 可狼仔仍紧紧叼咬住奶头不撒口 像只大马黄又像只大奶瓶一样的 吊挂在伊勒的腹下 伊勒转了好几圈 狼仔也悬空地跟着转 伊勒费了好大劲 也没咬到狼仔 两个人看得又好笑又好气 陈震急忙掐开狼仔嘴巴 把他从奶头上摘下来 张继元笑道 好一个吸血鬼啊 陈震按住伊勒 哄着他喂饱狼仔以后 站起来说 该让狼仔和狗仔一块玩了 两人抱着四只胖乎乎的小崽子 向一块干草地走去 陈震把狼仔放进狗仔中间 狼仔刚一接触到地面 立即以他最快的速度 向没有人没有狗的地方逃跑 小狼仔的四条小腿还没有长直 螺圈形的小嫩腿还支撑不起身体 跑起来肚皮贴地 四爪像在滑水 活像一只长了毛的大乌龟 一条小公狗仔追着他 一块跑的时候 狼仔侧头向他呲牙 发出威胁性的呼呼声 陈震心里一惊说 他饿的时候 有奶便是娘 可一吃饱了 就不认娘了 虽然他眼睛还没睁开 可他的鼻子嗅觉已经有了判断力 我可知道狼鼻子的厉害 张继元说 我看出来 小狼仔已经断定 这里不是他的真正的家 狗妈不是他的亲妈 狗仔也不是他的亲兄弟姐妹 陈震说 刚把他挖出来的时候 他还会装死呢 两人跟在小狼仔的身后 四五步远的地方 继续观察狼仔的行为 小狼仔在残血和枯草地上 快速逃爬 爬了几十米后 就开始闻周围的东西 闻马粪蛋 闻牛粪 闻牛羊的白骨 闻草地上所有的突出物 可能小狼闻到的 都是狗留下的尿记号 于是他一闻就走 继续再闻 两人跟着小狼 走了一百多米 发现他并不是无方向 漫无目的地乱走 他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朝着离蒙古包和银盘 离羊圈 人气 狗气 烟气 牲畜气 越远的地方逃 陈震感到 这条尚未开眼的小狼仔 已经具有顽强的天性与本能 他有着比其他动物 更可怕可敬的性格 在动物中 陈震一直很敬佩麻雀 麻雀以养不佳 著成于世 陈震小时候抓过许多麻雀 也先后养过 大大小小十几只麻雀 可麻雀被抓后 就闭上眼睛 以绝食绝水相拼 绝不就范 不自由 无宁死 直至弃绝 陈震从来没有养活过一只麻雀 而狼 却不是 他真是自由 也热爱生命 狼被扶植后 照吃照睡 不仅不绝食 反而没命地吃 敞开肚皮地吃 吃饱睡足以后 便伺机逃跑 以争取新的生命和自由 陈震似乎看到了 被困在渣子洞里的那些斗士们 才有的性格和品质 可他们 只是民族的杀中之金 而这种性格 对狼来说 却是普遍的 与生俱来 世代相传 无一例外 而将具有此种性格的狼 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 兽祖 战神和宗师来膜拜 可以想见 狼对这个民族 产生了何等难以估量的影响 都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而图腾的精神力量 远高于榜样 他处在神的位置上 陈震感激这条小狼仔 他稚嫩的身体 竟然能带他穿过千年的迷雾 静止来到了谜团的中心 官部骑马过来招呼陈震 跟戴高羊群对高 羊群中央的羊羔们 大多在睡觉 而母羊则散开去吃草了 陈震把狼仔送回狼窝 骑马上了羊群 两人收拢羊群 近两千只大羊和羊羔 母呼子叫 子呼母叫 呼叫声惊天动地 如同狼冲羊群 两人用套马杆 把住羊群想去的地方 再把住道口 让母羊在近千只的羊羔中 认领出自己的孩子 凡是领对的 允许通过 领错的和不领的 就被赶回羊群继续寻找 陈震已能准确地认出 领错羊羔的母羊 只要是咧咧乱叫 不回头看身边高子的母羊 就一定不能放他过去 一对对母子母女 走到卡口 一出卡口 羊羔便在母羊腹下 跪下前腿 抬头吃奶 母羊则慈爱地 回头看着自己的宝贝 两人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对完一遍羔 对一次羔 就是喂一遍奶 一天两次 上午下午各一次 如果不对羔 许多找不着妈的羊羔 就会因母子失散而饿死 对羔又是鼠羔 轻点羔子 羊羔怕晒 喜欢钻到塔洞里睡觉 不对羔就容易丢羔 有一次陈震发现丢羔后 找遍羊群周围所有的塔洞 从几个塔洞里 掏出三只大羔子 官部对这群羊很满意 他说 俄伦草原水草好啊 牡羊的奶水族都认自个儿的羔子 队一遍羔多省事啊 要是草场坏了 牡羊没奶都不认羔子 就是把全场的劳力 全派到羊群去队羔 去唱劝奶歌 一天也对不完一遍高 一场白毛风过来 几万只羊羔用不了几天 就饿死冻死了 再大的狼哉 也不如人哉吓人 俄伦的老领导好 明白草原 明白狼 下的功夫 不在一群群的羊上 下功夫在草上 在草场上 大事管好了 小高子不用怎么管 也能管好 俄伦的羊棍多伤心啊 过几天 我一个人就能对高 陈震听出来 不串门的官部 却对牧场 了如指掌 温暖湿润的春风 吹拂俄伦草原 大朵大朵 亮得刺目的白云 在低空飞掠 单调的草原 突然生动起来 变成了一幅 忽明忽暗 时黄时白的 流动幻灯巨画 当大片白云 遮住阳光的时候 张继元感到 寒风吹透棉袍 异常阴冷 但白云掠过之后 强烈的阳光 又把它置于 如同初夏的太阳 暴晒之下 脸和手 顿时就被晒出了汗 连棉袍的布面 都晒出了阳光的气味 当他刚想 解开铜扣 透透气的时候 又会被一大片 白云头下的阴影 完全笼罩 使他又回到 阴冷的春天 冰软了 雪化了 大片大片的黄草地 又露了出来 雪前早发的春芽 已被雪雾黄 只在草芽尖上 还带点绿色 空气中弥漫着 尘草浮草的浓重气味 条条小沟都躺着雪水 从坡顶向草垫望去 无数挖地里都积满了水 千百个大小不一的 临时池塘 映着千万朵 飘飞的白云 整个俄伦草原 仿佛都在飞舞 张继元感到 自己不是趴在草地上 而是坐在一块 巨大的蒙古飞毯上 天上水上的白云 飞速向身后掠去 张继元和巴图 已在这片草坡上 十几层高高的圈草里 潜伏了一个多小时了 他俩一直在等狼 一次马群大事故 又加上一次谎暴伪地军情 使巴图在整个牧场抬不起头来 他把一肚子的火都迁怒到狼身上 张继元也因在围场错失良机 向大条狼来挽回影响 两人歇了几天之后 就背了两只半自动步枪 又回到大胖子附近的山坡 巴图判定 其他狼群是舍不得死马全沉入湖底的 雪化了 水涨了 但胖子边缘浅滩的死马 狼还能够得着 狼若再不动手 就真没机会了 忽明忽暗的山坡水塘 继续刺晃他俩的眼睛 两人一边擦泪 一边用望远镜细细搜索对面山坡上 每一个可疑的黑点 灰点和黄点 忽然 巴图低下头小声说 往左边山坡看 张继元轻轻挪动望远镜 屏住了气 但压不住自己狂跳的心脏 只见 从对面山坡后慢慢走来两条大狼 先露出头 再露出脖子和前胸 两人紧盯猎物 狼从坡后露出大半个前身 便停下脚步 仔细扫视 心视野内的一切可疑之物 狼再没有向前走 就在七八层高高的圈草中 握了下来 隐蔽得毫无破绽 似乎他们也在打猎 两个人与两条狼 都躲在高高的圈草里面 等待着机会 张继元发现 草原上的猎人 连选择打猎的潜伏点 都是从狼那里学来的 狼似乎不着急 只是在看人还会有什么伎俩 狼有等到天黑在动手的耐心 圈草是知青给这种草起的名字 它是一种蒙古草原常见的桥本草 长得很美很怪 在草原上 平平坦坦的草垫或草坡 随处都会突然冒出一团团高草来 草叶齐胸直上直下 整整齐齐 很像一丛丛蜜蜜的水稻 又像一丛丛矮矮的汗尾 到秋季 圈草也会抽出芦花式的蓬松草碎 逆光下 像一片片白天鹅的绒羽 晚霞中 又像一朵朵燃烧发光的火苗 在矮草坡上 有险的鹤立鸡群 比秋天铺天盖地的野花 还要夺人眼目 一到冬季 圈草长长的枯叶和草碎 被风卷走 但它韧性极强的惊感 却坚守原地 并像狼嚎一样 桀骜不驯 撸不平 腹不顺 白毛狂风 虽然能将它刮得弯腰鞠躬 但风一停 它重又挺拔如初 直指蓝天 一圈圈像欧洲国王的王冠 草原上家家牧民 用的扫帚吹肘 就是用圈草扎出来的 齐整而耐用 圈草不仅美 而且怪 怪就怪在 它是一圈一圈的单独生长的 圈草圈草 只长一圈草 外表密密扎扎 像竖起来的尾帘一样密 而圈内却空空荡荡 几乎寸草不生 圈草的圆圈 极圆 像是用圆规画出线 在一线精心拨下种子 养育出来一样 草圈大小不一 大的直径有一米多 小的直径只有两眨长 牧民放羊放马休息时 经常找一串小圈草 压倒半圈坐下去 坐下去的部分 成了松软有弹性的坐垫 未坐倒的部分 就成了天然的扶手和靠背 草原上蒙古包里没有沙发 但是草原人在草原上随便一坐 就可以坐出个沙发了 知青们一到草原 马上就喜欢上了圈草 有的知青干脆就管它叫 沙发草 圈仪草 形态和构造独特的圈草 在无遮无拦的草原上 也成了狼和猎人 休息或是潜伏的天然隐蔽所 草原英雄所见略同 但狼肯定比人更早统治草原 也就更早发现和利用圈草 巴图说 狼经常藏在这种草丛的后面 偷袭路过此地的黄羊 或人的羊群 张继元在大圈草的圈内 曾发现过几段狼粪 看来狼确实很喜欢圈草 比利格老人说 这是藤格里专门送给草原狼的 隐身草 此时 人和狼都隐蔽得很内行 狼看不见人 人也瞄不准 打不着狼 但狼已先被人发现 巴图还在犹豫 张继元也开始担心 在他俩刚刚潜伏到 这两从圈草后面的时候 会不会也被对面更早潜伏在圈草里的狼发现呢 在草原和狼打交道 必须明白什么可能都会出现 这是草原狼交给蒙古战士的最基本的军事条令 巴图想了想 没有动 继续观察对面山坡的地形 并让张继元记住 侧面山坡的坡形特点 两人悄悄退到坡后马旁 解开马绊子 轻轻牵马下坡 再向西南面轻步走去 等离狼很远了 才轻身上马 从下方处向狼隐蔽的地方绕过去 马踏湿地无声响 风声饱满 又遮盖了人马的动静 张继元感到两人像偷袭羊的狼一样 巴图一路细细辨认山坡的侧面形状 半小时以后 两人绕到了离狼最近的坡后 巴图再次确认了坡顶的几块石头和草丛后 才下了马 慢慢牵马爬坡 在快接近坡顶的时候 他停下步 但没给坐骑上马绊子 而是把缰绳拴在马的前小腿上 松松地打了一个活扣 张继元立即会议 也给马腿打了一个活扣 两人打开枪的保险 弓身低形 悄悄向坡顶接近 到了坡顶 两人匍匐爬行 直到刚刚能看到狼 此时 两人巨狼仅有一百米远 能隐约看见 露在圈草外面的狼尾巴和半个后身 但是狼头 狼胸 狼腹 这些要害部位 全被圈草所半遮半眼 狼此时 像被关在巨大鸟笼里的一条 听话的狗 看上去 两条大狼所担心的 还是巴图和张继元 刚才潜伏的那个地方 狼抬头 从草缝里注视那里的动静 两只耳朵高高竖起 也笼向那个方向 但狼并不松懈 对其他地方的警惕 不时举鼻冲天 袖补空气中的危险分子 巴图让张继元 打左边近一点的那条 自己瞄稍远的一条 风还在呼呼地刮着 圈草被刮成弓形 草干并紧 狼身被遮 张继元闭上一只眼以后 狼就看不见了 两人都在等待 风的间隙 巴图早向张继元 再三叮嘱 只要巴图的枪一响 张继元也扣动扳机 张继元此时倒不紧张 即便打不中 巴图也可连击补重的 巴图是全场出名的枪手 两百米以内 猎物很难逃脱 据许多猎手说 俄伦草原狼一箭背枪的人 五百米四百米都不跑 一到三百米准跑 狼这个习惯 就是让巴图打出来的 此时的狼还不到两百米远 张继元心平气和地 瞄着这个静止的目标 正当锋利突减 圈草停起 狼从草缝中露出来的时候 从目标右侧方的圈草里 突然窜出一条细细的狼 向坡下冲去 正好从两条大狼前面通过 两条大狼像被蛇咬了一样 嗖得跃起 缩薄低头 紧跟那条狼冲下西北山坡 显然那条细狼是两条大狼的哨兵和警卫 专门负责侧后的警戒 当人能看清狼时 狼早就发现了人 有警卫的大狼绝非等闲之辈 最大的那条像是一条头狼 三条狼挑选了一面最陡的山坡 跌冲下去 巴图一跃而起 大喊上马 两人奔向坡后 一拉缰绳 翻身上马 加马向狼猛追 冲过坡顶 就是一面陡坡 抖得让张继元感到如临深渊 他本能地勒了一下马 但巴图却大喊 辅助安桥 冲下去 巴图毫无怯色 反而胆气冲天 斜着一股蒙古武士赋汤蹈火 冲陷死阵的豪气 拨偏码头 斜冲下去 张继元闪过一念 强胆与破胆 在此一举 他一咬牙 一横星 一松脚子 也冲了下去 陡坡下冲 是奇数之大计 尤其是在野坡 不知在哪儿 就会冒出塔洞 兔洞 或鼠洞 一提踏空 人滚马翻 人马飞死即伤 三组的知青马官 郑林 就是因为下陡坡 没勒住马 马失前蹄 人被抛上半空 落下来时 肩膀着地 锁骨骨折 还让滚马 狠狠地砸了一下 此时还在北京疗伤 如果他脑袋着地 那他就永远 回不了北京了 张继元酷爱马官直言 他认为 蒙古马官是世上最具雄性 最为勇敢的职业 蒙古游牧马官是和平时期的战士 是战争时期的勇士 尽管蒙古女人的勇气和胆量 普遍超过汉族男人 但是俄伦草原上仍然没有一个女马官 在千百年的草原游牧生活中 正是蒙古马群只配备两个马官 知青来了以后 每群马才加了一个知青马官 设置知青马官只是牧场的一个试验 可两年多了 二队四个知青马官中 一个受伤退役 另一个吃不了这份苦 又练不出那份胆 而主动要求改行 目前还没有一个知青 能够成为正式马官 只能与两个蒙古马官 共同包揽一群马 有两个汉人知青马官 独包一群马那样的壮举 知青们连想都不敢想 张继元也不敢想 但他渴望成为一个正式马官 将来能与巴图或者栏木扎布 共管一群马 他眼下的身份 只能算作跟班学徒 两年多的风雪饥寒 张继元深知自己咬牙硬挺 还能吃得下这份苦 也能学会放马的高难技术 欠缺的 却是蒙古马官驯服猎马 制服野狼的 那股飘悍凶猛的胆气 为常失手 失的不是技术 恰恰就是勇敢 他清楚记得 他抖竿套廊的那一刹那 他的心先抖了 张继元拼了 他拼了命 也想当一个正式马官 此刻他要拿自己做一个试验 看看他能不能恢复出汉唐时期 华夏民族横扫匈奴 驱逐突厥的那份气概 第四十一集 快马冲下陡坡 马速快的像从绝壁下坠 人马如同加速坠落的自由落体 马身斜的也根本坐不住人 张继元单手撑住突出的前安桥 全身极力厚仰 后背几乎贴上了马屁股 两只脚蹬直马蹬 一直蹬到马尔处 身子几乎躺在了马背上 他双腿死死加紧马鞍前桥 这是骑手唯一能够保命的高难动作 如果他此刻的心在倾斗一下的话 他的一切愿望都将魂归腾个礼 几天以后 当他重返此地时 发现他下冲的这条线路上 有不下六七个塔洞鼠洞 惊得一身冷汗 巴图却说 腾格里喜欢勇敢的人 他把塔洞鼠洞都给你挪开了 张继元冲到坡底的时候 竟然与巴图的马只差半个马身 巴图侧头露出惊喜的笑容 张继元觉得 那笑容比金智奖章还要灿烂 俄伦草原的甘子马 都有胜则躁尽败则气馁的特性 梁匹马一见 只冲一个陡坡 就缩短了与狼三分之一的距离 浑身的兴奋都成了兴奋剂 梁匹马竟然跑出了黄羊的速度 在狼还没有爬坡冲顶的时候 又把距离缩小了一大段 巴图看了看狼和地形说 狼马上就要分头跑了 那条小的别管 就追两条大的 等会儿 你看我打那条狼 你就打狼前头的石片地 先打右边那条 两人都端着枪准备 马跑快了马身反而不颠 更有利于猎手瞄准射击 三条狼显然都已听出了追敌的量级 也加速朝前面的山坡狂奔 马和狼冲刺速度 都保持不了多长时间 巴图在等待其中的一条狼 由顺跑改为侧身 顺跑的目标太小 只要狼分兵三路 有一条狼横过身子 就有射击的机会 三条狼见甩不开追敌 有些着急 狼似乎在准备分头逃跑 那样的话 至少可以确保一条狼没有追兵 当追到三百多米的时候 头狼的左右两条狼 突然向两边斜插 巴图立即开枪打右边的大狼 但未击中 张继元略略瞄了一下 就朝右狼跑的前方 啪啪连放了两枪 一枪打在泥里 一枪打在石头上 溅起一片火星 石粉和硝烟 狼被吓得一个猎牵 刚刚跑稳 巴图的枪响了 狼一头栽倒在地上 狼的侧背被打开了花 张继元高兴地大叫 巴图却傲丧地说 坏了坏了 这张皮子挂不出去了 两人拨正马头继续急追头狼 巴图吩咐说 你不用开枪 我有法子对付他 两匹甘子马见主人撂倒了一条狼 兴奋过度 竟用冲刺的速度来冲坡 结果冲了几十米以后 便喘不出气来 速度渐渐下降 而头狼却大显冲坡的本领 步伏加大 后劲爆发 头狼越跑越快 还渐渐跑出了自信 巴图和张继元 用马鞭狠抽马臀 并用马靴猛磕马泪 平时从不挨边的甘子马 又口吐白沫抽风式地跑起来了 头狼奔速不减 跑得越发从容 张继元低头看了看 狼在草坡上的爪印 前爪与后爪的布巨 已超过了马步 头狼越来越接近大坡顶上的天地交接线 一旦狼越过这条线 猎手就再也别想见着这条狼了 正在此刻 巴图突然大喊 下马 然后紧勒马脚子 凡是甘子马 都有在高速中急停的绝技 这是他们在马群里 追脚马练出来的本事 在此刻用的恰到好处 两匹马咔咔几步猛然杀住 巨大的惯性几乎把两人抛出马背 巴图顺势一跃而下 迅速伏地架枪 极力控制呼吸 瞄准颇顶 张继元也握倒端枪 正在狂奔的大狼 突然听不到后面的马蹄声 便警觉地猛然杀步 草原狼脖子短 回头后望 必须转过身体 而且大狼平时登上坡顶的时候 也要喘一口气 并最后看一眼追敌的路线和位置 以便应对 此时 在坡顶天地交接线上 出现了一个狼的清晰剪影 比狼顺跑时的身影 足足大了三倍 像射击运动场上的 一个狼形靶 这往往是猎手 射击头狼的唯一一次的机会 但在多数情况下 头狼是不会给猎手这个机会的 可巴图 用急杀马蹄的轨迹 来刺激狼的疑心 诱惑逼迫他 回头查看猎手使用了什么新招 此时 这条狼终于中计 巴图的枪声响了 只见狼向前猛的一跪 便消失在坡顶线上了 巴图说 可惜 太远了 没有打中要害 不过他跑不了 快追 两人跨马脊椎 跃上坡顶 只见黄草和碎石间 有一滩血 大狼却不见踪影 用望远镜四处搜索 也没有发现任何动静 两人只好顺着血迹 小步快追 张继元叹道 要是带狗来就好了 但他俩是从马群出发的 草原狗从来不跟蒙古包 不跟马群 只跟阳官 牛官 不跟马官 除非一开始就把狗牵上 两人骑马低头细看 速度很慢 走了一段 巴图说 我把狼的一条前腿打断了 你看狼 走一步 只有三个爪印 那条伤腿不能着地了 张继元说 嗯 这下狼肯定跑不了了 三条腿的狼 哪能跑得过四条腿的马 巴图看了看表说 难说啊 这可是条头狼 他要是找一个身狼洞 钻进去 还能抓住他吗 得赶紧追 血迹时限时段 两人又追了一个多小时 在一处草摊上 两人都愣住了 一劫带着白生生骨茬的狼前腿 赫然在地 腿骨和狼皮狼筋 还留着狼的牙痕 巴图说 你看 狼先跑起来刮草碍事 他自个儿把伤腿咬断了 张继元心口一阵紧痛 就像被狼爪抓了一下似的 他说 都说壮士断臂 硬汉子 能自己砍断中毒剑的胳膊 不过我从来没见过 可狼咬断自个儿的腿 我已经见过两次了 这是第三次 巴图说 人跟狼不一样 狼跟狼一个样 两人继续追寻 尖尖发现 狼咬断腿以后 血迹少了 而不服却明显加大 最让人担心的是 头狼好像是在超近道 奔边防公路去了 而边防公路以北 则是军事禁区 巴图说 瞧瞧头狼真是厉害 咱们不能跟在他后面 傻追了 两人轻骑快马 走小道 直插边防公路 越往北走 草就越高 辉煌辉煌的大草垫 犹如一张巨大的狼皮 张继元觉得 在这辉煌的狼皮中 找辉黄色的狼 真是比在羊毛堆里 找羊羔还难 天人难以合一 可是狼和草原 却融合得如同水乳 一条瘸狼 可能就在他俩的鼻子底下行走 可两个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大活人 却什么也看不见 张继元又一次体会到了狼和草原 狼和藤格里的深厚关系 每当狼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候 他总能依靠草原来逃脱 每当狼遭遇危难的时候 草原会像老母鸡一样地张开翅膀 将狼呵护在他的羽翼下 广袤辽阔的蒙古草原 似乎更疼爱和庇护草原狼 他们像一对相守相伴的老夫妻 千年忠贞 万年如一 而极力希望 比狼对草原更忠贞的蒙古人 似乎仍未取代草原狼的位置 而在接近汉区的南边 啃草为田 改木为农的蒙古人 却越来越多了 张继元没有想到 一条被打断腿的狼还能跑这么长的时间和距离 居然把骑着全队最快的马的人甩在后面 张继元真不想再追下去了 他感到除了身边的巴图之外 自己其实还有一个老师的老师 梁匹马找找停停 慢慢恢复了体力 重新加速 北面一条高大的山脉 也越来越近 而这片草原的边境线 就是沿着这条山脉的山脚线划定的 据牧民说 那片大山 山大沟深 寒冷贫瘠 是俄伦草原狼 没有天敌的最后根据地 可是那条瘸狼到了那里 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张继元马上觉得 自己又是一己夺狼了 人最终可以灭绝狼 可是世上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摧毁蒙古草原狼 刚强步驱的意志和性格 梁匹马终于踏上了边防公路 说是公路 实际上只是一条 攻边防军巡逻的土路 严格地说是一条沙路 军用吉普车和运送物资的卡车轮子 在草原上切下近一米深的宽钩 整条路就是一个曲曲弯弯 又大又长的沙槽 似一条可怕的黄沙巨龙 绵延起伏 蠢蠢欲飞 蒙古大草原的虚弱外表 被这条沙路轻易揭开 露出薄薄草皮下恐怖的真面目 草地还是湿漉漉的 可沙路却早已被风吹成干露 西风一刮 百里沙龙开始爬升腾飞 马蹄踏起沙尘干粉 人和马像是被裹在 迷眼呛鼻的沙漠戈壁里 两人顺着沙路向东快跑 路上看不到狼爪印 翻过一个小坡 两人突然看到 在前方三十多米的地方 出现了一条狼 他正在沙路北沿 吃力地爬翻高陡的路岸 平时狼可一跃而过的小路障 此刻竟成为他一生中最后一道 迈不过去的坎 瘸狼又没有爬上去 再次滚下路底 伤口直接戳到沙地上 疼得狼缩成一团 下马 巴图一边说 一边跳落到路面 张继元也下了马 他紧张地注视着巴图的动作 以及挂在马鞍上的 那根沉重的马棒 然而 巴图并没有去截马棒 也没有再往前走一步 他松开马缰绳 让马登上草地去吃草 他自己 却坐到高高的路岸上 掏出一包烟 点了一只 默默地吸了起来 张继元透过烟雾 看到了一双情感复杂的眼睛 他也放了马 坐到巴图的身旁 要了一只烟 慢慢吸了起来 狼从路沟里费力地爬起来 斜过身 蹲坐着 沾满血迹的胸下 又沾了一层沙 不屈而狂傲的狼头 正正地对着两位追敌 狼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习惯 用力地抖了抖身上的沙土和草渣 力图保持战袍的整洁和威严 但他还是控制不住 露骨的断腿 翘在胸前不停地发抖 然而狼的目光却凶狠地大意凛然 他大口喘气 积攒着最后一拼的体力 张继元感到 自己不敢与狼的目光对视 站在这片古老的草原上 也就是站在草原的立场上 正义仿佛已全被狼夺去 巴图手里停着烟 半思半想地望着狼 眼中露出一种学生 面对被自己打伤残的老师的愧疚和不安 瘸狼久久不见追敌动手 他便扭转身用单爪刨土 路案的断面 最表层只有不到三十厘米厚的灰黑表土 表土之下就全是黄沙和沙粒了 狼终于刨掉了一坨草皮 一块沙岸垮塌下来 瘸狼顺着豁口的斜坡跳爬到草面上 然后像大袋鼠一样用三条腿 一跳一颠地向远处的防火道和戒庄跑去 防火道在戒庄内侧 是边境防火站用拖拉机开垦的一条羹带 宽约百十米与边界并行 防火道年年定期翻羹 早已沙化 寸草不生 仅用以阻挡境外烧过来 以及境内可能烧过去的小规模的野外火灾 只有这条用于防火的羹地 为俄伦草原牧民所容忍 草原老人们说 这是农肯给草原的唯一好处 在西风中 防火道腾起的黄尘 却比野火还要可怕 幸亏他只是窄窄的一条 瘸狼跑跑歇歇 渐渐隐没在高草里 再往前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了 八图站起身 又默默地看了一会儿 然后弯腰 将张继元扔在沙路上的烟头捡起来 用口水翠过 又用手指在半湿的草地上 挖了一个小坑 将两个烟头按在里面 在填土拍石 告诫道 要养成习惯 在草原不能有一点大意 唉 走吧 去找刚才打死的那条狼 回去 两人上马 朝着圈草山坡急行 雪净马蹄青 两人一路无语 第四十二集 一场春雨过后 街高营盘附近的山坡草垫 在温热的阳光下 弥散着浓浓的臭气 在漫长冬季冻壁的弱处 被狼群咬死肢解吃上的牲畜 都在腐烂 黑色的湿液和血水流入草地 岛福的秋草枯精败叶渗出黄黑色的浮水 遍地的羊粪牛粪 狗粪狼粪 兔粪 鼠粪 也渗出棕黑的粪水 浸润着草原 陈镇丝毫没有被草原阳春的臭气 败坏了自己的性质 古老的草原需要臭水 人畜易冬的排泄物 人与狼残酷战争留下的腐肉 臭血和碎骨 给薄薄的草皮增加了一层宝贵的腐植质 有机质和钙磷质 乌立吉说 城里下来视察的干部和诗人啊 都喜欢闻草原春天的花香 可我最爱闻草原春天的臭气 一只羊一年拉屎撒尿 差不多有一千五百斤 撒到草地上能长多少草啊 牛粪冷 马粪热 羊粪能顶两年力 要是再出量控制得好 牛羊不会毁草场还能养草场 从前部落的好头人还能把沙草场养成肥草场呢 春天的俄伦草场水肥充足血沃草原 净草疯长 连续半个多月的暖日 绿草已覆盖了臣府的旧草 草垫草破全绿了 春草春花的根莖也在肥土中穿插伸展 把草原薄薄的土层加密加固 使草下的沙漠和戈壁永无翻身之日 陈震骑着比利格老人的大黄马轻快地小跑 一路欣赏着新绿的草原 他感到广袤的草原舞台上 人与狼残酷的竞争 最后都能转化为对草原母亲的默默深情 母羊的乳房鼓了 羊羔的毛色白了 牛的吼声底气足了 马的后毛开始拖了 草原的牲畜都由于牧草及时返青而熬出了头 俄伦草原又遇上了一个难得的丰收年 这年早春寒柳虽然冻死不少羊羔 可大队的接高成活率却有可能超过101% 谁也没想到这年一胎下双高的母羊出奇地多 每群羊至少增加了近1000只羊羔 原来还算富裕的草场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羊羔激增 俄伦保利格木场原有的四季草场眼看就要超债 如果为了维持草场与再续量的平衡 而大批出售或上交牲畜 牧场将完不成上级下达的数量死任务 队里几次开会商议 乌利吉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牧场境内开辟新草场 陈震跟随乌利吉和毕利格老人去实地考察新草场 老人特地把自己的一匹又快又有长进的好马给陈震起 乌利吉飞着半自动步枪 毕利格老人带上了大狗巴勒 陈震则带上了二郎让黄黄留着看家 游猎游牧民族但凡出远门都不会忘记携带武器和猎狗 两条猛犬烈性十足一路上东闻西看跑得很轻松 和陈震一样愉快 老人笑道 阳官和看阳狗被羊群拴住了一个多月都憋闷坏了 陈震说 谢谢阿爸带我出来散散心 老人说 我也怕你总看书看坏了眼睛 在场部东北部的尽头 有一片方圆七八十里的荒山 据乌里吉说 那片荒山自古以来还未有过人烟 那里的草地肥厚 有小河 有大水泡子 山草风长一米多高 年年击下的陈草一尺多厚 水多草厚 那里的蚊子也就多得吓人 一到夏秋 蚊子多得能吃牛 上了山 一脚踩下去 陈草团里能轰出成千上万的蚊子 像踩了地雷一样可怕 那片山 人畜都害怕 谁也不敢进去 陈草太厚 每年长出的新草 就得拼命窜高 才能见着阳光 新草长得又细又长 牲畜不爱吃 吃了也不上标 作为老厂长的乌里吉 一直都想开辟这片草场 他早就料到 在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政策下 鹅伦草场早晚要超赞 许多年来 他一直惦念着那片荒山 盼望来一场秋季野火 彻底烧掉那里的浮草 然后 在来年春天 再驱赶一个大队的牲畜进场 用千千万万的马蹄 牛蹄 羊蹄 采石松土 吃掉新草 控制草的掌势 那样的话 地食了 土肥了 草矮了 蚊子也就少了 再过几年 那片荒山就能改造成 优良的夏季草场 为全场牲畜 增加整整一季的草场 然后 把原来的夏季草场 改为春秋季草场 里外里算下来 牧场的牲畜 可以增加一倍多 草场还不超赞 前几年 野火多次光顾俄伦草原 可惜的是 没有一次烧到那儿 直到去年秋末 才有一场大火烧过了那片荒山 后来又下了雨 荒山黑得流油 乌立吉终于决心实施他的计划 他得到了包顺贵的权力支持 但是却遭到了多数牧民的反对 谁都怕那里的蚊子 乌立吉只好请碧利格老友帮忙 请他一同去荒山实地考察 只要碧利格老人认可 就可以让老人带二大队进驻新草场 三个人穿过林队的冬季草场 陈震感到马蹄拖沓起来 他低头一看 发现这里的秋草依然茂密 足有四指高 陈震问乌立吉 您总说草场不够 您看 羊群马群刨吃了一冬天了 草场还剩下这么多草呢 乌立吉低头看了看说 这些都是草茬 草茬太硬 牲畜咬不断 再啃就得使劲 一用劲就把草根拔出来了 草茬又没有营养 牲畜吃了也不长标 吃到这个份上就不能再啃了 再啃草场准退化 那地汉人生的太多了 全国都缺肉缺油水 全国都跟内蒙古要牛羊肉 可是一吨牛羊肉 是用七八十吨草换来的 那地一个劲的来要肉 实际上就是跟草原要草啊 再要下去就要了草原的命 上面又给咱们牧场压下了指标 东南面的几个旗 都快崖成沙地了 陈震说 我觉得搞木业要比搞农业难多了 乌里吉说 我也真怕 把这片草原搞成沙地 草原太薄太虚 怕的东西太多 怕财 怕啃 怕汗 怕山羊 怕马群 怕蝗虫 怕老鼠 怕野兔 怕塔子 怕黄羊 怕农民 怕开垦 怕人多 怕人太贪心 怕草场超债 最怕的 是不懂草原的人 来管草原 比利格点头说 草原是大命 可他的命呢 比人的眼皮子还薄 草皮一破 草原就下了 黄沙刮起来 可比白毛风还厉害 草原完了 牛羊马 狼和人的小命 都得完 连长城和北京城 也保不住啊 乌立吉 忧心忡忡地说 从前 我隔几年 都要去 呼和浩特开会 那边的草场 退化得更厉害 西边 几百里长城 已经让沙给埋了 上面再给 东边草原 押任务的话 东边的长城 真就危险了 听说 国外的政府 管理草原 都有严格的法律 什么样的草场 只能放什么样的牲畜 连一公顷草场 放多少头牲畜 都定得死死的 谁敢抄载 就狠罚狠判 但那也只能保护 剩下的草原 不再退化 以前退化的草原 就很难恢复了 等到草原 变成沙漠以后 人才开始懂草原 哎呀 到那时就太晚了 毕丽格说 人心太贪 外行太多 跟那些笨洋蠢人 说一百条理也没用 还是腾格里明白 对付那些蠢人贪人 还得用狼 让狼来管载出量 才能保住草原 乌立吉摇头说 哎 腾格里的老法子 不管用了 现在中国的原子弹 都爆炸了 上面真想消灭狼 也废不了多大事 陈震心里 像堵满黄沙 他说 我已经有好几夜 没听到狼嚎狗叫了 阿爸 您把狼打怕了 他们不敢来了 草原一枚狼 就像哪不对劲似的 老人说 打了三十多条 也就合四五窝狼仔的数 俄伦的狼还多着呢 狼不是打怕了才不来 这个月份 他们去忙别的事了 陈震顿时提起了精神 啊 狼又玩什么花样呢 老人指了指远处的一片山丘说 啊 跟我上那边去看看 然后给了陈震的马一鞭子 又说 快跑进来 春天要让马多出汗 汗出多了 驼毛快 上边也快 三匹马 像三匹赛马 向山丘狂奔 马蹄跑起无数块 带草根的泥土 千百根嫩草被踏断 染绿了马蹄 好在 这条道几个月内 不会再有马来 陈震跑在最后 他开始意识到 草原怕马群 这句话的分量 蒙古人真是生活在 矛盾的漩涡里 三匹马登上了坡顶 到处都响着 滴滴嘎嘎的汗塔的叫声 汗塔 是原始草原的常见动物 在俄伦草原近一半的山坡 都有塔洞和塔子 每年秋季 陈震都能见到老人打的塔子 吃到又肥又香的塔子肉 汗塔是像森林熊一样 靠脂肪跃动的冬眠动物 塔肉 与草原上所有动物的肉都不同 它有一层像猪肉一样的肥镖白肉 与瘦肉红白分明 是草原上著名的美味 鲜肥 无山味 比牛羊肉更好吃 一只大塔子 比大号重磅暖壶还要粗壮 可出一大脸盆的肉 够一家人吃一顿 陈震还是被眼前汗塔的阵势 吓了一跳 十几个连环山包的坡顶和坡面上 站着至少六七十只大小汗塔 远看像一片踩伐过的树林的一段一段树桩 塔洞更多 洞前黄色的沙土平台 多得像内地山坡的榆林坑 平台三面是沙石坡 如同旷山坑口前倒谢的碎石 压盖了大片草坡 陈震仿佛来到了陕北的摇洞坡 山体千疮百孔 可能都被掏空了 每个沙土平台大如一张炕桌 几乎都站着或趴着一只或几只塔子 规格较大的独洞平台上 站立的是毛色深踪的大熊塔子 那些群洞或散洞的平台上 立着的都是个头较小的母塔子 辉黄的毛色有点像狼皮 母塔身旁有许多小塔子 个头如同兔子 有的平台上竟趴着七八只小塔子 所有的塔子见到人都不忙着进洞 大多只用后腿站立 抱拳在胸 滴滴乱叫 每叫一声 像奶瓶刷式的小尾巴 就会随声向上一翘 想示威 想抗议 又想招惹挑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